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西域脑法则》,作者是恒美广告公司的首席战略官及全球品牌策划总监吉姆科明斯,美国西北大学大众传播学教授。 作者在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是如何做决定的。 本书就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总结。 《西域脑》是行为经济学家Feller和Sunstein提出来的,原意是人脑中掌管与理性思考无关的部分,在本书中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做大多数决定时,人脑的决策过程与西域脑的几乎一样。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西域脑,西域脑极其聪明,而且运转极快,能在极短时间内轻松做出准确判断。 它不仅高效,而且不知疲倦,昼夜不停,无法阻挡。 西域脑能量极大,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控制我们的绝大多数行为,包括那些事关生死的重要行为。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学会跟谈话对象的西域脑对话,效果就会是半功倍。 来看第一部分,要以行为而非态度为目标。 我们过去总以为,态度决定行为,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总想要改变别人的态度。 以为态度改变了,行为也会跟着改变,其实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总是先做出某个行为,再跟着自己具体的行为来匹配相应的态度。 作者认为,改变行为比改变态度更容易,因为我们的行为基本上会随着环境改变,而态度就不会。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喜欢去沃尔玛购物,但如果你家附近开了一家凯马特超市,那你很有可能就会经常光顾凯马特超市。 为什么呢?因为方便,但这不能改变你更喜欢沃尔玛的态度。 在一个实验中,杰克·伯瑞姆要求人们从两个颇有吸引力的物品中选择一样当礼物带回家,但是不能看第二个礼物。 结果是,当人们选择了一样礼物之后,与选择礼物之前相比,他们对自己选择的礼物会更有好感,而对自己未选择的礼物更为排斥。 他们一旦做出选择之后,便会调整自己的态度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找一个平衡点,来让态度适应自己的行为,不然就会陷入长期的不愉快情绪里,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所以,想要说服别人,尽量改变他的环境来直接改变行为,行为变了,态度自然会跟着改变,那要怎么来改变他人的行为呢? 作者给出的方法叫做堵住漏水的水管,也就是说,任何实际动作都是按照一系列步骤实施的。 我们可以将这些步骤当成是一根漏水的水管,一滴水要从这头流到那一头才能流出去。 很多人都无法到达终点,因为他们在中间的某个步骤就漏掉了。 比如说买车,你想说服别人买你的车,那就要检查一下所有买车的步骤,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让客户流失的。 比如,可以把买车的行为分为一些很细的步骤,比如用户要通过杂志或是电视广告来了解你的车型, 询问周边的人对车的看法。 去官方网站看你车的报价,去其他网站进行比价,去4S店亲自看车,然后试价。 最后谈价格,成交。 你可以根据自己对整个买车流程的理解进行扩充或精简,列出这些步骤后。 你可以分析一下在每个环节你流失了多少潜在客户,并想想该如何堵上这些漏洞。 如果你的客户在意的是车辆的出产地,那你就要着重介绍这个步骤。 如果你的汽车品牌官网很棒,却没有多少人访问,你可以想办法增加网站的访问量。 如果你能吸引到足够的人来店里看车,但是价的人却不多,那么你可以制定一个销售人员培训计划。 一个微笑,一个坚定有力的握手,能迅速回忆起别人的姓氏,这些都能增加来店顾客试价的几率。 总之,知道自己哪里薄弱就补哪里,争取让用户体验一次完整的购买流程。 我们的许多行为其实并不涉及到有意识的态度。 我们的自动式思维系统通常主宰生活中大部分的行为,我们经常在没有仔细考虑的情况下就依据惯性开始行动。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行为特点。 总之,想要成功说服别人,把目光直接盯在行动上要比态度上有效得多。 因为态度是个很难改变的东西,行动却是很容易改变的。 再来看第二部分,不要改变愿望,而是实现它们。 我们习惯认为说服就是改变别人的愿望。 但我们内在的吸引脑对改变自己的愿望可没什么兴趣。 成功的说服者们也不会尝试去改变别人的愿望。 他们向内在的吸引脑展示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教他去实现已有的愿望。 比如,很多青少年想获得独立和不受大人管束的自由, 而学校给他们的东西与他们所渴望的东西刚好相反,所以青少年都想着辍学。 把青少年留在学校的方法不是改变他们的愿望, 而是告诉他们有更好的方式达成他们的愿望, 这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毕业。 毕业是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独立自由的最佳方式。 如果你顺着他的愿望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想被管。 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早早摆脱这种情景,就是尽快毕业。 如果你毕不了业,找不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那你很可能就会继续要家里人养活你,你就得多被家里人管几年。 这样说的话,学生就会觉得任何对毕业不利的事都会让他再被多管几年, 这样他极有可能就会选择好好学习,尽快完成学业。 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设置奖赏呢? 作者在这里给我们列出了两个方法来帮我们找到可以当作奖赏的东西。 1.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 马斯洛认为,人类第一层次的需求是生理需求, 包括水、食物、睡眠、取暖、行动等等。 当生理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之后, 就会产生第二层次的需求,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包括和平、运转顺畅的社会和经济安全。 当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爱与归属的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朋友、爱人、孩子和被某个集体接受。 当爱与归属感得到满足后,又会产生自尊需求。 这包括被认可、生育和地位。 当所有这些需求都得到满足之后,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需求。 自我实现伴随着对迎接挑战、学习心知、创造和发明的渴望。 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给出对方想要的东西作为奖赏。 大致可以判断对方在哪个需求层次。 2. 人类共同行为清单 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在他的著作《人类的共通性》中问道,所有人类、所有社会、所有文化、所有语言有何共同之处? 他列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行为。 通过考察这些人类行为,我们能发现人类的共同愿望。 这个清单上有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比如获得地位、预测未来、回报别人、理解别人的行为、同情他人等等。 当我们为说服他人而寻求有吸引力的奖赏时,了解一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布朗的人类共同行为清单,这能为我们带来一些灵感。 就可以发现一些我们都想要的东西,比如安全、尊重、表达感激、获得声誉。 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设置为奖赏别人的筹码。 比如,作者在给英特尔公司设计广告营销方案的时候,就是结合了这两个方法。 英特尔公司生产的芯片被广泛用在各种数码设备中,像计算机、手机、智能电视等。 因此,英特尔的目标人群都是有意购买数码设备的人,那要怎么给这群人设置一个奖励,让他们觉得购买英特尔的数码产品就能获得这个奖励呢? 他们就开始做调查,在各个国家抽取样本进行研究,来收集这些数码产品用户的愿望。 在之前他们其实也收到过很多的奖励建议,比如强调选择英特尔产品能促进人际关系,或是使用英特尔产品能获得内心的宁静。 但是好像所有人都有这两种需求,根本不能突出他们用户的独特性。 最后他们发现,在各个国家,英特尔的用户都对速度感有很强烈的需求。 他们喜欢刺激的运动,喜欢新鲜的事物,他们更乐观,也愿意成为意见领袖。 也就是说,他们更喜欢追求兴奋感。 于是,他们围绕兴奋感做出了一系列的营销方案,最后大获成功,使用英特尔产品就能带来兴奋感这个概念也深入人心。 戴尔·卡奈基就说过,这个世界上影响别人的唯一方式就是与别人谈论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告诉他如何获得。 再来看第三部分,关注感觉。 缺乏感情体验的人会做出更糟糕的决定,有些感情并不会阻碍我们做出理性决定,正好相反,它们是理性决定的核心要素。 如果想要说服一个人做出某个动作,我们必须给对方一种即刻就能得到的感觉。 比如,饮用牛奶能强壮骨骼。 但强壮的骨骼是一个延迟的、不确定的、理性的奖赏。 强壮的骨骼也许要等很久,仅仅喝一杯牛奶并不能强壮骨骼。 就算骨骼真的变强壮了,消费者所得到的也只是一个事实,而非一种感觉。 所以,强调功能并不能让人动心,那要怎么让别人做出立刻购买的行为呢? 我们可以把喝牛奶和健康的感觉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能把强壮骨骼这一延迟而不确定的理性奖赏转变为健康之感。 这种及时而确定的感性奖赏,这样就会很容易被人接受。 简单来说,真正食物的奖励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要的,因为食物的奖励快感会很快消失。 尽管感觉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它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种感觉就是情绪。 有一个实验组找了一位长相迷人的女士,让她去找陌生的男士填写调查问卷。 在填写完之后,这位女士主动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要求对方给自己打电话,向她询问调查结果。 其实,她想知道的是有多少男士会被自己吸引,对自己产生感觉,从而主动约自己。 在帮她填写调查问卷的全部男性中,有一半人是在一座悬挂于一个深深的峡谷上方。 在微风中摆动的吊桥上,站在上面会不自觉地感觉到紧张和心跳加速。 而另一半采访对象则是那些刚刚走过吊桥,正坐在长椅上休息的人。 在这里,人们都会觉得很安全。 结果显示,在吊桥上接受采访的人中,最终有65%的人打电话给她,邀请她约会。 而在长椅上接受采访的人中,只有30%的人打电话邀请她外出约会。 在事后的跟踪调查中,在询问到所有男士为什么想邀约这位女士的时候。 在吊桥上的男士大多会说,当时我心怦怦直跳,呼吸紧张,全身冒汗。 他们会把这些反应归功于那位靠近他们的助手的魅力。 在长椅上的男士就不会,他们就觉得这位女士是一位普通的市场调查员。 感觉就是一种情绪,不管这种情绪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如果想要给对方感觉,就要想办法给对方制造高兴、兴奋、害怕、紧张等等这些的情绪。 那要怎么制造这种情绪呢? 1.映射效应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里面的演员哭得死去活来的,我们会跟着哭得稀里哗啦。 演员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也会哈哈大笑,我们会不自觉地跟随别人的情绪做出一样的反应。 也就是说,会带动你的情绪。 比如,最开始万宝路香烟的定位是女性用户,他们找了一些看起来很高贵的女士做代言,于是大家都觉得万宝路是一种女士香烟。 男士根本不会去买,但是女性用户毕竟是少数群体。 万宝路公司想要增加营业额就得改变自己的形象,把烟卖给男士,那要怎么办呢? 他们就找西部牛仔代言,大家觉得一个西部牛仔,腰上跨一把左轮手枪,其在马上抽一根万宝路香烟,做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看起来特别有男子气概。 于是万宝路就变成了一个男士香烟品牌。 所以,给自己的物品设置一个真实的场景,一个具体的形象,用这个形象的自我感觉带动用户的感觉。 2.语言伪装 比如,你交了一个男朋友,见面以后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反正就是不喜欢。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男士通常在聊天中忽略了制造情绪,总是在讲事实,而事实本身是不能带来任何情绪的。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在聊天的时候,要制造出一种有时很讨厌,有时很有趣的感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幽默感。 男女双方交往的本质就是在追求恋爱的感觉,如果不能通过话语或是身体让对方产生情绪,那自然就不会有所谓的爱情了。 简单来说,如果想要说服一个人,请把焦点专注在感觉上,专注在每个人真正想要的事情上。 我们的无意识思维,也就是我们内在的蜥蜴,主宰着我们大部分的选择,为了说服它,我们必须了解它,用它的语言说话。 好了,这本《蜥蜴脑法则》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